目前的這個談判 剛剛根據外媒的報導 其實正在剛剛開始談的當中 那之前外界都在揣測說 奇怪到底地點在哪裡呢 那外界只知道有公布 它的名稱就在白俄羅斯境內 但是現在 談判地點的代號也出來了 那由於是受到安全的影響 所以他們並沒有公布具體的位置 只知道在一個河的旁邊 然後它的地點代號 叫做漁夫的小屋 那目前為止 除了俄乌雙方之外 白俄羅斯的外交部長也在列 那麼外媒也推估了 他說由於烏克蘭是要求 要整個停戰以及俄軍要撤出 所以外媒推估這場談判 可能相當的困難 而且可能會一直談談談 談到深夜 這是我們剛剛接受 來自外媒的一個最新消息了 就是它談判地點其實有公布了 它的代號有公布 叫做漁夫的小屋 另外當然此刻正在談當中 澤洛斯基再次向歐盟喊話 希望能夠趕快趕快 讓烏克蘭成為歐盟的成員 但是目前為止歐盟沒有回應 雖然談判期間會停止停戰 不過來看到烏克蘭民眾 還是相當的擔心的 這張照片是什麼呢 這個照片是烏克蘭的民眾 還是持續在逃命的 尤其來看到這個排隊 他們是想要進去波蘭 過境要排30個小時 當然對此想要入境的話 也沒有這麼容易 這是從空拍畫面 你看到這個小小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一強烈 通通都是在排隊的 他們要進去波蘭 對此美國大使館也呼籲了 趕快美國公民趕快撤出 不一定要去波蘭 你等待時間 可能會無限期的延長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美國大使館建議美國公民 在有可能的情況之下 不一定要去波蘭 你可以入境匈牙利 或是其他周邊國家 好 最後一個來看到的是這個 目前烏克蘭 俄乌戰爭正在蔓延之際 烏克蘭政府打造 希望外國的志願者 能夠組成所謂的國際軍團 現在有兩個國家 允許他們的公民 如果你願意去幫烏克蘭打仗的話 你可以去報名 包括了丹麥 還有拉脫維亞 已經允許了 如果你想聲援烏克蘭的話 你可以去報名所謂的志願軍